一场恐怖攻击 搅乱资本市场 把美元当作避风港 亚洲货币对美元走软 新台币更连巴扁 扁破33元大关 16号台币以32.94元开出 央行彭总裁出手控制蝙蝠 一度升到1.4角 没想到却在尾盘驻扁 以33.022元作收 扁值1.14角 创下10月5号以来收盘新低价 有利于央行的目标 就是还扁的目标 但是如果出现无序重扁的时候 亚韩会经常干预 从历史经验看 1993年以来七大恐怖攻击 发生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七次里面新台币 五次扁值 两次升值 在欧洲方面表现比较差的时候 那相对资金会往美元方面去走 不止台币 韩元也一度扁到1174.6 韩元兑1美元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 也来到6.375 新币 印尼币 泰铢也是走扁 而欧元恐怕要加速于美元平价 强烈的疫情 美国连准会 12月会升息 所以最近的资本市场 你包括美元的上涨 包括原物料的大跌 都在反映美国要升息的事实 原本美国12月的升息脚步 就和欧日扩大量化快速的 货币政策分歧 这回恐怖攻击来了 放缓升息步伐还不一定 恐怖攻击会不会延缓 美国升息的脚步 这个我觉得还要再观察 再酝酿 到市避险需求的黄金 16号高点暂时来到每盎司 1098美元 上扬超过0.8% 金价迎来反弹良机 买气或许开始转热 东森 财经新闻 陈文件 黄不祥 综合报导 中文件 黄不祥